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蜥蜴来说 蜥蜴的品种不是真的很多 对比起蛇蛇有五十多种 蜥蜴就少很多 但是香港不讲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香港其实有很多中小型的石笼子 其实香港有很多种不同的石笼子 有古鱗亭式 有铜亭式 有些南美的石笼子 有些四线石笼子 有些中国石笼子 其实还有很多 这一只铜亭式 有一个同熟不同种的兄弟 在香港 大家都在香港 那只叫做古鱗亭式 很容易混乱的 因为大家的样子差不多 如何去分它们呢 这只铜亭式 成长之后的尺寸 就会比古鱗亭式 另外一只会小一点 但是这不是很好去区分它们的方法 因为你不知道 真的没有对比之下 根本就不会知道哪一只大 哪一只小 到底它是不是已经成长到最大 没有人知道 一样东西就是去分它们 这一只铜亭式的大腿后面 是少了一块大的鱗亭片 而另一只古鱗亭式是幼的 第二样东西 这一只铜亭式 它的肚腩下面 如果你反转它 其实它是黄色的 而另一只大一点的兄弟 古鱗亭式是纯白色的 之后你看它上面有一条側线 有一条白色线 在这些位置有一条白色线 这一只铜亭式 这一只铜亭式 就是白线会比较直一点的 而另一只鱗亭式 那条白线就不明显的 会粒粒粒粒的 有点不顺的看下去 还有很有趣一样东西就是 虽然大家都是同属 它们不同种 它们是不同种的动物 这一只铜亭式 是会直接卵胎生的 意思就是它一生BB出来 直接就生 石龙子BB出来 而另一只 就是会生蛋 然后再会枯化 从蛋出生 所以大家就算是同属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它们都是一些日行性的动物 通常都会在这些 樹林 在很多叶的地方 很多东西 给它躲起的地方 主要它们都是吃昆虫为主 它们都是吃昆虫为主 但是在食物链里面 其实它们也是很多 其他动物 或者其他扒虫的食物 例如一些蛇 就会很喜欢吃它们 一些细白环蛇 一些白环蛇 一些青竹蛇 看到它们这些 其实就是一些 很美味的点心 它们是很多 其他动物的食物 今天早上我从早上走到晚上 其实早上我打算去减肥 走山 带了一部机 如果看到有些动物 就可以拍给大家 一起分享 我已经是 走到黄昏 其实我已经完了 下了山了 下了山之后 又看到一个朋友仔 看到一个朋友仔 他又来行山 来看看动物 那样 又又一起上回来了 我基本上今天 是由早走到晚上 正当我们回去的时候 其实今天很热 很危局 看不到很多什么动物 都是一些蜆蛇 青蛙 大绿蛙 黑花蜆蛇 泥牌 这些 有时就是这样的 当你正想放弃回家的时候 无端端又会有些东西 让你见到 走掉了 但现在我照说 因为我都拍了很多 close up 刚才我们就找到一条 全香港最毒的毒蛇 就是一条叫做 银脚带的毒蛇 它是一些剧毒的毒蛇 香港有十几种毒蛇 这十几种毒蛇里面 只有八种 毒性的程度 是属于可致命状态 可致命的级数 有些什么呢 有这个银脚带 金脚带 有这个 King Cobra 就是这个 眼颈黄蛇 还有这个 中华的 中华眼颈蛇 四种 麗文蛇 还有 两种 落铁头 吴泊游蛇 这些都是一些 可致命的 毒性的蛇 今天我们很幸运 到最后走的时候 看到一条很漂亮的 BB 的银脚带 银脚带 其实是一些很强的神经毒素的蛇 很多时上网看的资料 幸好被咬过的朋友都说 这只蛇咬到你的时候 其实你会不觉得痛 甚至乎你都不知道你是被咬了 因为它是一些神经毒素的蛇 它很少会令到你痛 但是你很快就会麻痹 呼不到气 属于一些很毒的蛇 它全身一件一件一件 好似我们平时养的加州帝王蛇 那些Kingsnake 黑色底 然后有一些白色的环 一般的环 就有三十几个环 至到五十几个环 它们的环 很密的 头长大了之后 整个头黑色 脖子很粗的 脖子很粗的 不要尝试去捉它们 在头后捉它们 甚至乎不要走近它们 因为如果你捉它这个脖子 很多资料都说过 它们的脖子其实是很flexible 它的油运性很高的 它很容易就转向后面 就单边拿地咬到你的手上 那你就糟糕了 有另一只蛇 叫做细白环蛇 和一些叫福清白环蛇 香港那两种蛇 就完全没有毒的 但是它们小时候 都是黑白色一件一件 其实是模仿这只剧毒的蛇 希望那些人见到它的时候 就觉得它很毒 不要搞它 但是当它们大了的时候 它们的环会有少少退色的 会有少少退色的 但是那两种蛇就完全没有毒的 不过如果你不懂得去细分它们 就千万千万不要走近它们 因为你不搞它 其实它也不会追着你来拗 那这只银环蛇 或者叫做银脚带 如何去区分它们 如果真的要去分 它们的环就比较 三十几个环至五十几个环 很密的环 另外第二样东西 这条颗很粗 刚才说过 头黑色 第三样东西最明显就是这样东西 就是它们的脊骨上面 是起到V字的 脊骨会比较起 而且脊骨上面的背轮 脊鱼 相对有一块鱗片 比较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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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 多穿 这都能看到 你很不够 谢谢观看